近几年 国产车的进步有目共睹 部分车型已经有了不输合资品牌的实力 但实事求是的讲 国产车想要杀入美国市场还是很困难的 不过一直是国内出口车老大的奇瑞 近期却有了一个大的动作 他们要进入美国市场了 日前美国的HAH公司宣布 与奇瑞展开合作 两家公司将在美国注册一个全新的品牌VANTAS 而新品牌旗下的车型将以奇瑞的XC的星图作为原型 新车会在星图现有的车型基础上 进行差异化和适应性的开发 并在美国组装生产 未来向往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VANTAS的首款车型会在造型方面 与星图的TX和TXL相同 但会换装VANTAS的全新logo 而新车的配置方面 星图TX所搭载的全LED大灯 全景天窗 双10.25寸的液晶显示屏 以及奇瑞最新的ACC自适应巡航 车道片离预警 以及带有行人识别功能的防碰撞预警系统 都将出现在VANTAS的首款新车上 动力方面 目前没有相关准确的信息 VANTAS是否会匹配奇瑞的1.6T GDI 加上7TCT的动力总成 还是未知数 虽然这一次奇瑞是以换标的方式进入美国 但相信如果换标的星图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 未来奇瑞的车型再进入美国市场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您对奇瑞进军美国市场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